可是李醫師我再請教一下 也許拜託你來跟我們上個課 到底超級細菌 為什麼會得到超級細菌 這樣子一個稱號 英文叫super bug 就是那個超級厲害的蟲 假蟲還是什麼蟲 這隻很厲害 有夠厲害的 我們根據法新社的 這樣子一個資料 他講說一般來講 我們細菌跟病毒有差別 細菌比較大 病毒比較小 細菌你用抗生素打進去 之後呢一個鍍破長流 一個稀掉掉 可是呢這個細菌呢 你要用抗生素打下去的時候呢 他因為突變 他會導致於抗生素 無法跟細菌做一個結合 這很重要的裡面呢 是因為他裡面有一個 酶的這樣子一個酵素 使得多重抗藥性的 這個細菌製造酶 就可以擊敗抗生素 讓抗生素沒有效果 另外更厲害呢 他可以把這個細菌的這個毛孔關起來 抗生素進不去 再來也許你用更強的抗生素打 或者是用更大量的抗生素打 就譬如說這個細菌呢 足了一道城堡 然後怎麼打都打不去 然後現在呢他集結更多的精隊要來一起攻打 然後呢這個細菌更厲害 他說好就讓你進來 進來之後呢 對於這一個超級細菌有害的呢 他就把他排除掉 然後進來呢就是對這個細菌無害的 就整個醫學特別這種細胞原理的運作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是抗生素對他莫可奈何 這個大概就是牽涉到進化論啦 我們常常講霧菌天則適則生存 我們用抗生素去對付各種細菌 那細菌他是 他就好像是幾億個或者是百億千億個個體在那邊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用一個抗生素去殺他的時候總有一兩個 他可能就發生突變 他的基因就發生變化 他就剛好就可以發展出什麼霉啊 或者是什麼排泄的機制 讓你的抗生素變成沒有效果 那這種東西呢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像我們剛才說我們有很多投牙包菌素 他很厲害 他是管效性的 他們發展出來也已經大概好幾年 或十幾年二十幾年了 就經過這個時間他一直在 所以我們一直在用這來對付細菌的說 細菌終有一天 他就變成他的演化變快了 他就突然他的基因發生變化 然後就產生抗藥性 那大家一個很 剛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就是說 哇這個人會不會變成終生代菌 我想可能不會 從進化論的觀點來看他大概不會 因為你一個抗藥性的細菌 MDN1的大產感菌或克雷白斯菌 跑到你的產子裡面去以後 他必須他也必須要面臨競爭 裡面有很多菌啊 有很多是沒有抗藥性的大產感菌 沒有抗藥性的克雷白斯菌 你這支大產感菌莫名其妙 一直在做一些煤要去消滅那些抗生素 可是有一些呢他是沒有突變的 他沒有抗藥性 他就不必發很多能量去製造這些煤 去對護抗藥性 當你不再濫用抗生素的時候 這些野生種沒有抗藥性的菌種會變成優勢 那你這抗藥性可能變成劣勢 因為你一直在當會你的能量 所以以一個最自然最原始的環境來講 沒有抗藥性的細菌是最具有優勢的 他們才是超級 他們毒性才是超級 抗藥性是為了適應抗生素的攻擊 所以他不得不做出某種改變 他的毒性並不強 只是說萬一你得到的時候不能治療而已 那像剛剛翠芬有提到什麼 翠芬聽起來就知道他蠻用功的 他提到那個膽染症醫師才知道的東西 抗旺古霉素的長球菌 這個以前是 有一陣子我們是找不到任何抗生素治療的 那我們有很多人去研究說 他到底帶菌狀態會維持多久 這個不一定 有的人幾個禮拜有的人幾個月 他終究是會消失 他大概除非你一直在給他用萬古霉素 一直在給他篩選 他慢慢慢慢的會從長安道排除掉 所以這些細菌呢 就是只是提示我們說 這個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醫院的感染的控制是蠻重要的 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告訴我們 不是告訴我們說 哇我們台灣又面臨另外一個風暴了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雖然他在抗藥性是超級 可是他在致死率或是毒性上不那麼超級 換句話說 他對正產人的毒性上是不超級 他對體弱的人還是有一定的毒性 可是比他超級的人 比他超級的細菌更多 其實我採訪了一些感染科醫師 他們透露說其實台灣絕對不會只有這個個案 台灣其實現在很多社區裡面 或是一般的人裡面已經有人有帶有這一支菌了 只是大家都是健康的帶菌者 因為我們這樣出國的頻率這麼頻繁 大家都沒有症狀 因為這種菌的傳播一定是透過這樣子 世界這樣的交流 只是大家都沒有症狀出來 面細菌就是這樣子來演進 我補充一句話 在過去我們所做的這個院內感染的偵測 是沒有發現有這一株帶有這個 NDM1酵素的這一株菌 是沒有 那我們現在也從過去的在實驗室裡面保存的菌株 我們現在抓出來塞 可疑的那些在抓出來塞 到目前也還沒有看到 那有沒有健康帶菌 因為他是健康 他就不會去看病 他不會去看病就不會採檢嘛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這件事情有還是沒有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生病的人 從他身上所採到的檢體 目前是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這一個個案所發現的菌才是第一 所以應該是據我們所知的情形下是沒有 但是很可能現在是存在 像是我們在座世衛的身上 只是因為我們沒有生病 所以沒去檢查 這個沒辦法證明